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妨碍了全地运动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这样 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讲 后一种批评在事实判断上应该说比前一种批评更有理由 也就是说小农私有志很可能不是促进而是妨碍了兼并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批评土地私有志的这种说法中 有一种说法比较真诚 比如说有一次开会 我就听到有一位学者就这样讲 说土地凭什么是农民的 土地本来就是共产党给农民的 现在共产党想拿回来就应该可以拿回来 农民现在以为土地就是他们的想不给 这怎么可以 我觉得还有一些说法就是我刚才讲的 我在哈佛听到的几个局长说的话 说如果土地给了农民 我们怎么搞全地运动 我们怎么搞批租 不能批租我们怎么能产生那么多的房地产寡头 不能批租我们的城市建设怎么能够大跃进 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那么上次下课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学说 说这倒也是 我们国家现在要建设 需要大量的土地 因此让农民受点委屈其实也是应该的 我们的确在中国当下应该是允许圈地运动的存在 既然允许圈地运动的存在 当然土地就不能交给农民 免得他们漫天要价 赶也赶不走 如果你说是公益真谛 还有一大堆的手续 要证明它是公益 而且有很多明明是盈利的项目 你也不能说成是公益 是吧 那就会造成很多麻烦 在这个问题上 我想这个问题最好留给同学们自己去回答 因为这个问题 老实说 这就不是属于事实判断 而是属于价值判断了 是吧 就是说 而且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可能有什么确切的答案 因为不同立场的人 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答 是吧 假如你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 你会觉得这样做不应该 假如你站在房地产商的立场上 或者站在政府卖地财政的立场上 你会觉得这样做就是应该的 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一旦涉及价值判断 这就免不了要多元化 是吧 因此我觉得我们作为搞学问的人 是吧 我觉得我只做事实判断 是吧 价值判断是可以做的 是吧 我当然在这个问题上 我也有我自己的价值立场 但是这个价值立场和学术就 就往往不是一回事 是吧 我们这个课并不是培养革命家的 是吧 我们这个课就是培养大家做学问的 是吧 因此我觉得我们这个课 实际上就是要大家知道什么是事实 是吧 我们这个课是爱自求真的课 是吧 至于同这些事实中 大家可以得出什么样的价值判断 是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留给大家自己去发挥 是吧 总而言之 如果从事实的角度来讲 是吧 这个 说小农师有制妨碍兼病 要比说小农师有制促进兼病 要有理由 是吧 至于这种妨碍兼病 是不是就应该指责 是吧 是不是就因此就应该取消 这完全是 另一个问题 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我前面已经提到的两个判断 很多人讲中国的土地存在着两个集中的趋势 一个是在2000多年的历史上 后期要比前期集中 是吧 总而言之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 中国的土地基本上是越来越集中 租电制是越来越发达 是吧 甚至我前面讲过有些人甚至说 唐宋以前是地主兼病制耕农 是吧 这个这个 制耕农大量的沦为电农 到了唐宋以后 据说制耕农已经基本消灭了 是吧 从宋到明清的兼病 那就是大地主兼病小地主了 是吧 说是那个制耕农到了唐宋以后 已经被兼病完了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地主之间的大鱼吃小鱼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到了明清 不要说制耕农没有了 连小地主据说好像都已经没有了 是吧 但是我觉得很可能这个事实与这个说法 相差的实在是太远太远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在同一王朝中 说每一个王朝 初期都比后期要 土地要平均 是吧 这个这个王朝初年由于种种原因 土地比较分散 但是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 这个土地就越来越集中 乃至到了后来就发生社会危机 是吧 那么这两个判断 今天我都可以说 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是吧 除了一些文学家的是有这种说法以外 是吧 从那个 从那个事实判断来讲是没有的 那么以往有一些学者已经指出 说是在中国所谓封建社会的2000多年中 土地总的来讲不是越来越集中的 而是越来越分散的 是吧 其中代表人就是原来那个美国 威斯康辛大学的教授 华裔教授赵刚先生 是吧 那么我觉得啊 赵刚先生的理由啊 他主要是说 呃 这个明清时代 谈到 那个小地主和自耕农的材料 要比前代多 而且明清时代 出现大地主的材料 要比前代少见 是吧 呃 这个说法 我觉得呃 当然赵刚先生是 是美籍华人 实际上近年来啊 中国国内的学者 也不断的 有这种说法 是吧 呃 他们指出啊 明清时代的史料中 很少的提到一些大地主的材料 但是这些大地主 关于这些大地主的材料 大多数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是吧 是不可信的 比如呃 明末清书的顾延武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 在五六十年代被广泛的 我们此学家广泛的引用 是吧 说 无中之民 有田者十一 为人殿作者十九 啊 就是说呃 像苏南一代的农民 有土地的只有十分之一 而 当殿户的 要占到十分之九 是吧 那么呃 意思就是说这个苏南土地是很集中了 但是后世的学者 根据明清时代苏南一些地区的地级档案啊 有充分根据的认为 是吧 这个苏南地区啊 应该说土地是比较比华北 是吧 呃是比较集中 自耕农 比华北 当然更不用说比关中 要少 但是绝没有达到 顾炎武讲的那种程度 是吧 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些文史不分家 是吧 这文学家讲历史 呃经常是讲的很那个耸人听闻的 是吧 这个这个 那么社科院已故的张有益先生 根据清初 苏州府也就是顾炎武的家乡 两个图的地级正名 当时的当地的农民 有田者多于无田者 也就是说有田者不是十分之一 而是将近百分之六十 当然话又说回来 是吧 有田者不见得就不租土地 因为有田他可能很少 是吧不够种 是吧 所以还是要种一些土地的 从总体上来讲 说苏南地区 土地相对于北方而言 更为集中 这也是成立的 是吧 但是程度远远达不到顾炎武说的 这么惊人 那么明代的土地兼并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翻开任何一本 五十年代以后编的历史书 首先举的例子 就是规模巨大的王府庄田 是吧 说那个明代的藩王占地多少多少 什么福王占地三万寝 是吧 瑞王占地多少万寝 多少万寝 是吧 可是这个王庄占地啊 老实说是经不起推敲的 这个王庄啊 王府的确是明代的一个大灾害 是吧 是吧 搞得天怒人厌 官兵民返 后来的明末农民战争 和这个王府的罪恶有很深的关系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李志成打下开封以后抓住福王 然后把他做成一锅人肉吃掉了 是吧 然后说是福禄宴 是吧 把他和那个 把他和那个 大家知道那个福王府 有一个动物园养了很多梅花鹿 是吧 然后就把这个福王宰了和这个鹿肉炖成一锅 是吧 嗯 我们以前中国人不是有福禄受洗的这个说法吗 是吧 有一种宴席什么 嗯 就叫做福禄宴 是吧 然后那个 那些 李志成这些队伍就说 就把这个福王炖了和那个鹿一起炖 就叫做福禄宴 是吧 这个福王当时很招人恨 但是 明代的王府之所以招人恨 倒不是说他们成了地主 是吧 呃 我国的这个明史权威 北师大已故的顾成先生 啊 他就以确凿的资料指出 说明后期啊 虽然从史料上讲 啊 是吧 说是啊 赐给福王三万寝土地 又赐给某个王多少多少土地 其实 从具体的史料分析 实际上 根本就不是赐给他们土地 是吧 实际上 大都市官府 把这个数额的土地上 产生的所谓装田子力 分摊到民间田赋中 加征以后 再把这些田赋 拨给王府的 是吧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啊 比如说万历皇帝赐予福王三万寝土地 实际上是说赐予三万寝土地上的赋税 是吧 那么这个赋税当然就是明子明高了 是吧 但是这一笔赋税啊 甚至不需要福王府作为地主去向殿户征收啊 这个这个万历皇上对福王是他的 是他的儿子嘛 而且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儿子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段历史啊 万历皇帝甚至不想让他的儿子操心怎么向殿户去征租 那太麻烦是吧 这个福王是个酒囊饭袋 他也不会这一套是吧 最好的办法是官府直接给他一大笔钱是吧 这一大笔钱相当于三万寝土地上的这个赋税 那么怎么给他呢 很简单 把这三万寝附税加增到当时的农业税里头 是吧 嗯 像我们现在经常不是有很多啊 啊 这个什么 什么呃 以前在废除税费改革以前不是经常有很多附加吗 是吧 什么呃 什么那个教育附加费 是吧 什么呃 还有什么三峡工程附加费 是吧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经常在这个正式的这个呃 赋税外面还有一些附加 是吧 那么好了 这个明代的万历皇帝就在正式的赋税上面加加上一块啊 呃 这个王庄子利盈是吧 这个老师说大家现在在明代的地方自中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材料 是吧 某年某年我们这个地方呃呃 征收的天赋是多少 某年某年加增了王庄子利盈啊 每某应该多少多少 是吧 因此啊 实际上 那明代的所谓王府装填 其实并不是一块真正的大地产是吧 其实朝廷是赐富不赐田的是吧 他其实就是给了那个王府一大笔那个赋税收入 但是并不是给了你一块钱由你自己去经营 你还要劳心费力的呃 呃去向店户呃去去去去征收是吧 老师说如果是我我也不愿意去做这个地主是吧 我当然愿意让那个官府呃呃收了税 然后直接呃给我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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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利盈 是吧 如果给我一块土地 我要去挨家挨户征收啊 啊 如果店户呃比较讨厌的话 我还呃呃很难对付啊 这种做法是直接凭借专制权利 汲取民子民膏 而且大家要注意 汲取的对象是填富承担者 因为我们知道到了万里以后啊 中国的赋税已经基本上是属地化了啊 也就是说中国的赋税 基本上是土地税 不管是政俄还是家派 都是寄母而争的 包括明末 那个崇祯年间那种 搞得天下大乱的家派 那都是按母争的 因此它是像谁争呢 它并不是像什么殿户争 而是像平民业主政 所谓平民业主包括自耕农 当然也包括平民地主在内 像周八皮 我们知道周八皮 按照高玉宝描写的小说 它就是一个平民地主 它并不是大官 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权利 但是它有一块土地 可以剥削长工 那么像这种人 按照明代的规定 它就是属于承担田赋的 是吧 那么按照田赋军摊的这些家派 当然也是该的他争 是吧 像高玉宝是不需要交这种东西的 因为高玉宝是没有土地的 所以也不用交那土地税的 是吧 但是那个周八皮 是需要交这一笔钱的 是吧 所以如果说这个王府剥削民主 民子民高 恐怕首先是剥削的周八皮 是吧 当然了你也可以理解 这个周八皮 他受到这个剥削以后 他会对长工更加苛刻 是吧 兴许就会转嫁给长工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是吧 总而言之 这个汲取的对象 是田赋承担者 也就是平民业主 而不是店户 是吧 这个藩王 进行这种汲取 他也不需要通过地权 地租的方式 也不需要具备所谓地主的身份 因此也不影响 那个时候的土地分布 是吧 那个时候的土地 它可能很集中 可能很分散 但是分散和集中 都不妨碍福王 获得这一笔所谓子利盈 因为你不管分散还是集中 反正这个土地 按摩都要向朝廷 上交赋税的 是吧 朝廷按照这个赋税的比例 给你加征一笔加派 那么这笔加派 就落到了福王的手里 是吧 因此这个土地到底是集中呢 还是分散呢 是吧 和这个福王的收入 可以说没有关系 那么这是王府 在王府之外 我们在明清时期的史料中 被以前被人 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被人引得最多的 三个大地产的例子 是吧 就是以下的三个 一个是张居正 在一封咒书中提到 说南方有庶民 占田竟然达到七万庆 是吧 说这还了得 像这样的平头老百姓 能够有那么多的土地 那还有没有王法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张居正特别点出是庶民 是吧 他这个语气啊 就是说 如果是权规 如果是王爷 有这么多土地 好像是应该的 但是是老百姓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是吧 这个就是 就是要从众的打击 是吧 于是我们现在有人说 这证明 当时有一个庶民 赞田七万庆 但是遗憾的是 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人弄清楚 这个赞田七万庆的庶民 到底是谁 在什么地方 是吧 那么还有 清诸有一个人叫 徐前学 大家知道 这是确有其人的 是吧 而且这个人官当得很大 是吧 当到大学士 这个人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 顾炎武的外孙 是吧 说他在无锡 有田万庆 是吧 这个徐前学 是无锡县的人 这个史料明确的说 他在无锡县 就拥有一万庆土地 这是第二个 有名的大地主 第三 说北京郊区的淮柔县 这是清代的事了 是吧 说清代啊 这是清代出现的 这个私人地主中 最惊人的一例 是吧 说清代有 怀柔有一个叫做 好市的地主 他拥有高于万庆 大家知道 这个都 其实确实很可观 都万庆了 万庆就是 一百万亩 是吧 那的确是非常大的地主了 所以以前有人说 这个 明清时代 是大地主兼并小地主 是吧 他们主要就是 引的这几条材料 那么这几个例子中啊 徐前学 肯定是有这个人 是吧 清史中也 还有他的传 但是 南开大学的 冯尔康先生 就曾经提到 说徐前学 虽然有这个人 但是说他在无锡占田万庆 根本就是 夸大得太没边了 是吧 说无锡这个县呢 船县的耕地 也不到一万庆 是吧 这个无锡县的船县耕地 大概也就是 五六千庆 是吧 徐前学 怎么能船部占完呢 他就是船部占完 也不到万庆嘛 是吧 这个夸大得有点离谱 那么这个怀柔好事 是吧 这个事情也很蹊跷 因为 谁都不知道 这个怀柔好事 到底是谁 到底在什么地方 而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这个怀柔好事 是秦汉时代的人 那很可能 他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秦汉时代的史料 老实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史记汉书 是吧 中国的史料 浩如烟海 基本上是越晚近越多 明清两代的史料 真是浩如烟海 是吧 秦汉的史料 应该说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 这个怀柔好事 据说是 清代中业的人 而清代中业 据现在并不遥远 那个时代的 资料 可以说是 那真是 浩如烟海 是吧 我们知道 那个时代啊 每一个县 都有地方制 是吧 现在还保留了很多 那个时候的悲客 当时 当地 文人 也留下了 大量的记载 是吧 清代 基本上每一个县 都有文人的 那个斯家传书 城市的 是吧 我们现在对 清代很多县的情况 应该说 掌握的还是相当多的 而大家知道 怀柔这个地方 又不是什么 很偏僻的地方 是吧 怀柔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基辅重地啊 是吧 就在北京郊区 天子的鼻子底下 是吧 不是什么天高皇帝远 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 是吧 在地方自修传 也很发达的 清代